嘌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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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嘌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花 你负出的不仅仅是你的情感 还有你的时间 还有你那一段回忆 可能你是因为 因为喜欢某个男孩 美女杰 才去追逐某个星 欸喔 对不对 但你可能 但是后来 你追着追着 星还在 男孩 Она在 啊 胡打胡打胡打 boy 你在干什么 我们在录节目 我在吃 你给我的 外报师傅啊 他已经从报师傅变成了报氏了 就成都的小伙伴大家都知道 报师傅远近闻名的报师傅 从北京 他反正是假店 好的 我们今天要看东西呢 叫 十七 from S H E 社 不是 就是S 是 我妈 我真的是 百感交集 我一直就忍着不看 我今天给大家一起看 因为像我平常 是会提前看的 他绝对会提前看好多 但是我就是忍住不看 因为当好 我们最近又在这种新疹库嘛 我觉得哇哦 背臭艰辛 刚好我如意也进冷宫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如意进冷宫 哇哦 痛哭流涕 你不是未遇落吗 你是遇遇落吗 我现在遇如意 我现在遇如意 然后你妈 是张索欣 你这样子 好 是这样的 就 SHE呢 他应该也很多说 但是现在吃东西 我先说 SHE呢 就是我 我这位 90年出生的中年人 第一个追的IDOL 恋人未满 我当时记得 我第一个追的IDOL 是周杰伦 我当时 我第一个 因为当时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流星花园 嗯 肤浅 肤浅 我小时候是看郭敬明的 肤浅 肤浅 然后呢 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在那个 在某一个电台点歌栏目里 看到了 每周二是不是 whatever whatever 恋人未满的MV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 哇哦 我当时 哇哦 这三个女孩子是谁 然后就疯狂开始 当时去买一个 一个杂志的名字叫 当代歌坛 我家里嘛 起码有这么厚一堆 真的不夸张 就是我北半的家里 这么厚一堆 Hit Music and Easy 当代歌坛这么厚 而且我当时 就去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 新华文宣的那个录音 就是 磁带 买那个磁带 把SH的恋人未满买了 oh my god 只有那才有正版 当时就知道知识正版 我不会去电脑城买的 我也不会去小摊 学校这边买的 当时觉得有他们的喊放 oh my god 真的 wow wow 当时我 而且我当时就会演石柱 你知道我第一个喜欢人是谁吗 Ella because I am 我当时第一眼就觉得 oh wow 等一下 why am I is coming back to me 当时嘛 SH就在我的人生印象里面 oh my god 这三个女孩子唱歌 怎么会这么好听 当时就是元气少女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 我忘了爱 就那种感觉 你知道谁啊 爱上了他们 开始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的追星之路 然后后来呢 Super 美丽新世界 青春猪士会社 Superstar 金曲集 我跟他讲一下 就是对于我来说嘛 这个我整体 等一下 星巴克 来 整个空间嘛 总共三个人 我们俩和一个隐形的摄像 然后嘛 哦 哦 不要抢我的话 哦 你说 我第一次知道SHG是什么时候呢 是我姐姐 叫你姐 我是你姐 没有 是因为我姐嘛 我的所有的娱乐启蒙 都是由我姐姐带来的 所以我姐姐以前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你不要跟那我听这希望爱嘛 就我姐姐要被骂 被我 被她的恐怖骂 在大人的心目中 这些东西是不好的 对 你把妹妹带坏了 对 以前最喜欢说带坏了 然后我姐姐小的时候 喜欢看什么 就是灌篮高手啊什么的 哇 我姐姐又会画画画那种Q版 就超级喜欢 然后后来就是疯狂的追SHG 然后她就跟我 她最早先是跟我听点什么 那个 恋人未满 不是不是不是 最早最早 我刚刚进入这个的时候嘛 爱我的字歌 真的就是很初步到 只是磁带的壳子 还不是听歌哦 不是听歌 是我姐姐姐给我看那个词 就他们真的很喜欢嘛 那个时候你们知道那种 就刚刚80后90后那种 她就喜欢 就天天翻歌单啊 然后有那个图片嘛 对 她就给我翻 就那个女生宿舍嘛 是不是这种专辑 然后她就跟我 她就跟我看 她说 我当时就是 对男女都没有感觉 我对追星整个没有感觉 我只是听歌还挺好的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 什么唱菲儿啊 还有薰衣草啊 还有什么周杰伦那些 就我就觉得 爱在夕缘前 对对对 就很吵很fashion 但是这个人 对 当时是歌大于人的 对对对对 最开始来讲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喜欢这三个女孩 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后来就开始自己听 因为我身边也开始 包括你刚才说什么 恋人威 然后 然后superstar的时候 你们知道有多吓人吗 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读初中 初一生初二的时候 哇 我们的年龄 真的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一年一度的 就是大家可以撒开花的活动 就是歌泳比赛 就是歌颂比赛 对 然后那个 就唱歌比赛 对对对 然后唱歌比赛呢 初心感的超女 对对 那会超女刚刚开始活起来 零几年的时候 我零六年入学嘛 然后呢 我们学校里面呢 就分班级的和个人的 班级的里面呢 一般就是唱那个什么 就是小二郎啊 我的未来不是猫 对对对对 当时我就记得 superstar出来的时候 个人的 就是班里 可以有个人去报名参加 三人一组 四人一组的 男孩最喜欢唱什么呢 七里香 女孩唱什么呢 superstar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哇 然后我就想说 SHE嘛 反正对我来讲 是第一个把我领入 追星族的行业人 就像我现在这么热爱 娱乐产业 电影 电视剧 音乐 韩国娱乐节目 都好 SHE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对他们的情感 虽然说现在其实已经就是 会关注他们的新闻啊 但是不会像那 以前那么热爱了 就相当于有一点点 大家都大了嘛 对 但是 把我引进这个娱乐圈大门的就是SHE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 Superstar刚出来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新华文宣 就像如获至宝了一样 然后把那盘磁带带到了家里 不 当时还在住校 我当时是请假出去买的 随便投个病假出去买的 然后当时是用我们练英语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会有复读机吗 我就用那个复读机听那个Superstar那盘磁带 当时牺牲了我宝贵的午睡时间 一整个午睡时间都在听Superstar 然后什么半堂主义 热带 就是和平公园 Oh my god 真的就是你就觉得 怎么 我都还非常记得当时 躺在床上 因为我们是上铺嘛 当时躺在床上 那个 记忆是吧 那个记忆真的太深刻了 似乱的缠名有没有 没有缠名 但就是子弹的那种 花都开好了 是真的有缠名的感觉 但是我 我要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 我其实对ACG更多了解 为什么 我跟刚才说Ella 我就特别能知道 我没有跟她对过 因为我们两个一种题嘛 你挺短暂的 好薄情 我最开始真的就喜欢Ella 我最开始也喜欢Ella 为什么呢 因为我 你们知道追星嘛 都是在明星身上找自己 我以前就是个假小子 我就觉得这三个女孩里面嘛 只有Ella 特别的假小子 然后Salina呢 就是哇 公主 就是公主 然后Hebe呢 就是戒余之间的 但是温柔可人的 这种宁家的girl 因为 但Ella就很个性 对 然后我们不说这么多 因为我真的是 就是看了他们出这个时期 我知道他们17年了 然后你就觉得 哇 这也是我的追星时期嘛 然后我就希望弹幕 大家可以说一说 自己的第一次听到 是怎么了解SHE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因为SHE 他们的出道日子 非常非常的 那个特殊 他们是2001年9月11号出道的 当2001年9月11号是什么 911时间 当时我就记得特别 他们上反谈节目 后来就说 因为当时台湾 其实产业非常发达 谁都可以出来出唱片 但很多人都是一轮油 出了一张唱片过后就没有了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 他们就说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自己 刚好又创造这么个大日子 应该就是个一轮油歌手了 就后面巴拉巴拉的弄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 哇 长青树 而且他们当时的那个比赛 也是选秀出来的 当时的冠军是Selina 然后Hebe和Ella 是都被淘汰了的 然后当时 我都还记得 他们就说 他们什么 也是被华言招进去 然后华言就觉得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要好一些 然后就把他们一起 组成一个组合 然后相互扶持嘛 姐妹相互扶持 然后我重点说一下 我刚才没有说完 就是Ella呢后来 她的路线呢 让我感觉挺迷的 就这么一个男孩子气的 一个女孩 居然接连演了好多部 都是少女的电视剧 就是一个是 可能大家知道比较多的 就是她和 花样少年少女 对 她和无尊一起演的嘛 但是 在此之前 比如说和严陈旭啊 也搭过 就是那个 她在家里帮庸的那个 之后了 然后但最最早 是什么时候 《强威之恋》 我给你讲哈 我当时看到《强威之恋》的时候 首先 小冬 首先《强威之恋》非常好看 而且它绝对不是 花样少年少女那样的 甜蜜系偶像剧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 我觉得哈 是有一点点 战神feel的偶像剧 就那种暗黑feel的 有点疼痛的 我当时都还记得 那个女主人是谁 她的妈妈是谁 叶鹏 而且交了无数个男朋友 对 其中一个好像中汉两海 然后《花都开好了》那首歌 真的太好听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 因为小冬 相当于小冬演的是那种暖男 但是又是个性暖男 对 就是那种男二 男一是那个黄志伟 黄志伟真的 我忘了你 就那个时候 我就帅哥的标准 就是他了 而且他就很混血啊 长得 然后顾明君又很帅啊 我 就 真的 你不要这样 Don't you say it Don't you say it Don't you say it 总之那个时候真的 我一定要讲到 就是怎么看的这个剧 你说 真的不像现在什么 大家点开B站 优酷 No 没有 没有 我们是去哪儿 楼下的录影机 DVD 租赁馆 你是VCD租吗 我是VCD租 我跟你讲 我是怎么看的 也是我姐 然后我姐看这一期 你一定要笑死 我知道 我姐姐去电脑城 就是 D9 9块钱一盘 大家找 去逃啊 去挖挖挖 我先想说那个嘛 然后那个碟 拿回来怎么看 还不是VCD上面看 我们家还有点潮 有电脑 就是那种大头电脑 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 然后就那个光碟 光区塞进去 然后怎么去看 而且以前还出了一个 专门 专门只能放碟盘的 有点像现在iPad那种东西 它就是专门只能放 碟盘那个 就便携的DVD 便携DVD 我现在很想说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真的是 我现在想着 就非常激动 那是我们逝去的年华 对 像夕阳下奔跑 夕阳下奔跑 我真的当时嘛 为了听花又开好了 因为当时 哪里像你们这么幸福 电脑加加油 网络路通 手机顺人手一个 手机人人一个 no no 我当时为了等花又开好了 因为它每周都会在 点播台出现 我每一周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时刻 大概五点还是十二点 就又去等着那个点播台 它每一天都会放 大概一分半左右的 花又开好了 oh my I got 那个时候点播台还会放 爱在西元前的MV 还会放宇多田光 不是宇多田光 是那个 是那个那个 三十度 不 暗时来美慧 对 暗时来美慧的歌 然后放一连串 就知道哇 还有蔡依林的 还漂亮没有终点 我们都这样过来的朋友们 你就知道我们 我们不是假追星族啊 我们是真追星族啊 17年了 好激动 OK Let's watch it 收收西饭 我们已经说了可能 可能半个小时了 对又是半个小时了 没有十多分钟 我就真的希望就是 啊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总之就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 哇追星追到后面 就是令人感动 还包括就之前我看一篇公号 就是有一个公号 我也推荐大家就关注一下 叫舰厂 就是射舰的那个舰 然后工厂的厂 舰厂呢 出了一个纪录片 就讲到HOT的合体 这个话题又多了 但我只点到 一是HOT的合体 还有就是送HOT合体的这个节目 无限挑战 就是我本来 就是我的本命节目 这个我说很多次了 就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到了后来 大家再来谈追星就不一样 因为你付出的 不仅仅是你的情感 还有你的时间 还有你那一段回忆 可能你是因为喜欢某个男孩 才去追的某个星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 但是后来 I'm gonna cry 你追着追着 星还在 男孩 但是嘛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 因为当时也是 比如说啊 就比如说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当时喜欢 或者看上了一个篮球小哥 他最喜欢听 他最喜欢的艺人是周杰伦 然后你开始去了解周杰伦 结果周杰伦变成了 你最喜欢的歌手 你会 你倒背他的每一个歌词 然后你有他非常多专辑 他演唱我都想去看 他那个男孩 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对 但是你就能记得 当你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时候 那种心情的那种感觉 SHE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样的 对 他就是陪伴了我度过 漫长 忧虑 暗淡的初衷 时期 最好的陪伴 好 虽然中途我已 已成到了 推死了 但是SHE还是我的初心 其实 对 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点嘛 所以 最后呢 就是在我们今天要看这个 10期MV之前 就是 我还要再说一下 就是 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的绰号就叫SHE 就因为他太喜欢SHE了 然后他现在呢 也在音乐行业里面干着 然后 我知道 对你知道 我知道 见过 对对对 就 所以 他也是把SHE当做自己的本命 然后SHE也是他开启整个 他音乐 追星也好 事业也好 支撑也好 SHE周杰伦 蔡依林 五月天 这些 对于我们90的人来说 对 真的是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觉得 真的是 对 OK 那然后 所以说 我就觉得 就记住我刚才的画面 我希望大家 既然到了今天 就是他们也又出了 他们的17 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17岁 对不对 17岁那年 还没成年呢 也是他们出到这种 就是我就觉得 我们嘛 说我们今天开玩笑 说我们老了嘛 但其实我觉得 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更有勇气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可以 更有勇气 去迈出很多 而且 走出很多步 你现在 你这样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就是 为什么偶像 能够让你喜欢 并且当着你的精神支柱 其实偶像的另一层意思 我觉得 除了是让他 他人品好 什么歌好 另一个意思 就是让你去做自己 就是这个做自己 并不是说 你要变成他那样 而是他给了你 那个做自己的勇气 我愿意去说 我喜欢他 我愿意去说 我喜欢听这个歌 我愿意去跟别人不一样 我愿意 我不用去苟同别人 因为我 真的有一个自己 非常热爱的东西 我愿意 为了我的热爱东西 去做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现在 也年龄不大了嘛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很年轻 因为我们还在 刚刚开始做自己 我们真的是要把 十分钟的开场 说着 就是不到半个小时 你就不歇嘴 好了 不说了 我们就来看吧 其实很多人 应该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 就 我来说都没听懂 not us 我们俩都没有 就一直憋着忍着 一定要做这个 不晓得今天网卡不卡 卡了就受着吧 真的太喜欢黑笔 等会我要多讲一下黑笔 我去一包 我先会小声一点 好 这是那个远方 是不是 我也不晓得 反正他们以前的 对不对 你这是不是不是官方的MV啊 但是我点的不是写的官方吗 不是 MV玩之版不是吗 绝对不是在那里 是个声音 好的 OK 你们姨妈妈找了个假的 这才是官方的 这是摆在前面的 我视而不见 因为我对这个蓝色的封面 太有印象了 就他们站在篮球场的 这个剪辑怎么有点恶火 对啊 刚才有什么刚刚出来的 对啊 他撒作 OK 快把弹幕关了 我不能看弹幕 太好了 我认得很想 让我摆在前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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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认为 还是那个 Ela 青色的Ela 过去出道 然后 然后 这一站叫 家 人吧 人吧 准备房 我看到艾拉 这个超级想哭 哇艾拉 就还是以前 那个青春的模样 呐喊的字眼 是七岁的我们的那边 在未来叹开之前 起的又怕受伤害 还是个假小贼了 和你和你说这梦想 说真心愿 在有来有往之后 撒种特别的语言 但以前 艾拉还要婴儿肥一点 圆嘟嘟的 就更胶原蛋白多一些 那他们的老师 美丽行星 起 青春注射 哦 女生寻宿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韩国 我们的生命 却不断一生 生命不断一生 更多的回忆 不停的生 我对这个 太辛苦了 我姐姐给我看的歌词 在里面就是这个 下面一个橙色的那个板子 这张照片真的太 太够回忆了 我们的感情不是什么新闻 你身边也会有 我就是一个人 那是我吗 我最想祝福的一银 桑林郎好美哦 单飞是不是人 佩比是真的可以单飞的人 真的有这个实力 这家叫单飞 而且他即便单飞他们的关系 公主的约会 帮主持人 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哇 这一幕真的 好需要勇气哦 他的劲拔 我可没想过 我看这个MV要哭成这样 好吧 哎呀我的妈呀 OK 想想我上次去看甜不珍的演唱会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HG的朋友 去找华言国际要的票 因为根本买不到票 我跟你们讲 我当时听那个就是黑币嘛 我就想黑币的歌 就是你只要在场馆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可以听 我就想买个最便宜 因为那会儿 买不到嘛 一是买不到 二是本来比较困重 比较穷 然后连最便宜的也买不到 然后各种抢 我就去听了黑币的演唱会 当时听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听黑币的歌会哭 就是黑币的那些歌嘛 明明都是那种什么 唱而不得啊 然后什么就是爱逝去啊 就是有爱不到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他们一个母胎单身 我在那听 听到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眼泪就像刚才那样 就是狂流 因为真的唱太好听了 就张嘴就不一样 我觉得也只有他们的MV可以拍成这样 只有他们可以这样 就真的 就包括之前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 就是也是这种会动人的那个 母月天还是谁出了一个MV 不是母月天 是谁来着 也是一个台湾的歌手 就是那个讲死亡的 就是人进入了那个 身后嘛 好像是 张慧妹 那就是张慧妹的 对 就那个MV好像听说也挺动人的 但是我说实在话 但它是个全镜头 它是个长镜头 对长镜头 而且是一个主观镜头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看我都觉得 没有这么那个 就今天我现在看 因为我从来没有 我很少看MV会哭 就是 我也不是像你 哇哇哇 No 我很内敛的 我就是默默流泪 因为嘛 真的你就是会 其实我都 I just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say 就是我 我觉得 你自己的偶像 当他们走过这么多时间的时候 在出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 好像是也在给你自己 做一个总结一样 就比如说 你会想到 什么时候 他们好像 从一个实体的磁带 到了你是CD 再变成你手机里的存在 我现在MP3 再是你手机里的存在 再是现在可能偶尔 我们出去KTV里的存在 因为我 我现在听歌是 一般不会听到 SH的歌了 但是我去KTV里面 就是B点SH的歌的 就是他们这样一个 变化的过程 其实跟我们自己的心态 变化过程也是一样的 Oh my god 这17年我干了些什么呢 Nothing 我说实在话 我不知道关注我们的粉丝 年龄段都是怎么样的 据我们后台数据呢 大概是17到23岁 可能older 我就older 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年龄写小了 但是 我其实有一个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 就是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的前半身 就是我的从小学到大学这期间的记忆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大学毕业的那几年就磨平了一样 就直接封存了 我觉得我失忆了 就是我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就前面所有的东西都会 就是没有了 就我讲真 就是在看这个MV的五分钟之前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这样哭 因为本质上我一直觉得 我对SG 你是一个 你是我的性格就很冷 你是个冷漠的人 对 我本来就是性格就很冷 第二是 我没有想过说 我原来我看他们的会这么感动 因为我对SG 没有那么狂热的戏爱 讲真 从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那么夸张的 因为我一直对任何的明星 都没有倾注太多的这种心力啊 或者怎么很夸张的去 用尽心血 但是我真的看到中间的那些一点点 每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 就是他们这个MV嘛 再简单不过了 真的拍的再简单不过了 但是就是感人 而且我脑海里就闪现了 比如说我听黑币的演唱会啊 还有Selena去参加那个开奖了 就去讲 包括刚才黑币就是大火那段 哇 真的 我天哪 他们经历了什么 对 因为就我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 今年28岁 然后其实我从初中到现在 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 很多人也记不清楚了 但是你还是 就你看这个MV 就会给你找回来很多片段 那现在我躺在那个寝室的上面 趁着中午午休时间 偷偷听他们Superstar那张专辑的 那个印象 本来就很深刻了 现在又唤醒了 更深刻了 还有我手在电视机前 等着花又开好了这个歌来放的时候的那种记忆 就你会觉得本来就已经很清晰了 现在他帮你又树立了一遍 你会觉得真的就是喜欢一个这么好的偶像 真的很好 whatever which is emotion 我觉得就是看过这个吧 我就觉得 要更勇敢一点 对 与黑势力做抗争 与 haters 好吧 其实我是觉得 怎么说就是 那我相信这个时代 也给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 对我真想 我们俩真心连心 我真想跟他们说 SH是属于我的时代 那你们的时代 也有你们自己喜欢的idol 大家也非常火 然后 但是我真的希望就是 我能 我很想把我们现在这份高兴 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这种高兴 而真的不是说去争一个数据 争一个流量 争一口气 争一个评论 什么的 就真真的是喜欢一个偶像 就是可以这个样子 就是让你会觉得 好像我的人生里 他没有时时刻刻参与 我也没有永远围着他转 但是 我很高兴 我能记起我们两个 好像独有的一个 时间和一个空间的一个沟通 就可以了 而且我想起我们之前就 抄歌词啊什么的 Oh my God 这个地方说一下 就是之前牡丹嘛 他不是做了一个视频吗 就是运动会 运动会的那一期 我看一期 我也是 就染寒热泪 就他看那一期 我当然是爆笑 我特别爆笑 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 最后就是那个 乐山方言 撕进国尔拉 就那一段 我觉得 每每想起来都很好笑 但我觉得那一期的剧本 就写的 这个真的是牡丹的剧本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就觉得说 我不管那个 是不是牡丹的剧本 我觉得这个剧本 根本就是在写我们啊 对 根本就是我们的剧本 我不管那个 是不是牡丹的剧本 那个我觉得怎么会是 但那个就是我的运动会 我觉得牡丹在太原 不是这个样子 那个就是我的运动会 我的谬论啊 就是因为我们成都嘛 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外面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种传统 就是比如说班班会啊 然后要怎么就是下面不参加项目的人 在下面吃零食 然后老师要逼着你写那个 纳喊助威的那个词 然后我们最爱干的事情 就是抄歌词 抄SHE的 抄那个孙艳词的 然后抄上去什么奔跑啊 这种 然后抄上去 然后就等着台上的人报 然后这些细节在那个 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真的 我真的 哇塞 真的就这种青春的回忆 就是回忆 因为我觉得现在 又变像说我们已经 就是our ages are past 的这个理论呢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回忆了 你明白这是个非常 like weird 但是同时你又觉得 OK just go for it Everyone should be Everyone should be there 我就希望大家珍惜现在 然后做自己 让自己开心最重要 就是haters啊 讨厌你的人啊 你讨厌的人啊 他们真的都不重要 你自己才最重要 自己爽才是真的爽 对 然后但是自己爽 一定不是让你 四五计算的爽 而是就是 也不是让你去影响别人的爽 Yep Yep 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也好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MV码 变成一个人生课堂 因为我们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SHE 就是 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导师 他不可能 你说起到多少作用 不一定 但是 我是觉得他们 是我的人生导师之一的 是我们成长的 是我成长的 不可 它是我成长 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OK See you guys next time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你烦不烦 说 请大家 如果觉得有个 如果对这个视频 有个赞或者共鸣的话 请给这个视频 一个赞 一个转发 一个评论 一个点赞吧 Please a thumbs up OK Sumbs up Thumbs up Give us a thumbs up Give us a like OK Bye Subscribe us Subscribe us Subscribe our channel Yeah Subscribe OK Love ya